坐飛機去旅行 我們能夠享受安全舒適的旅程 全靠飛機工程人員做好維修保養 但大家對飛機工程的認識又有多少呢? 我們一齊去了解一下 Hello Cameron 你好 David Sir 你好 很多人以為飛機工程就是維修飛機 實際工作情況又是怎樣? 每次談及飛機工程 大家最快聯想的就是維修工作 當中有大修外勤部件服務 大家可以聯想到像汽車維修一樣 飛機都需要定時深層維修保養 我們每8至10年要將整架飛機的客艙拆通做檢查 和定時都會更換這些主要的部件 例如這個起落架和發動機 大修亦都包括改裝 我們可以加裝這個液尖小液去改善這個飛機的耗油量 甚至加裝一些飛機出廠都沒有的系統 例如淡氣增成系統去增加油缸的安全性 維修以外飛機工程亦包含設計 我們會向飛機製造商提出維修搜查以外的維修方案 或者民航機和私人客機 客艙設計的改裝方案 這個工作有甚麼樂趣和挑戰 最大的樂趣和挑戰 就一定是解決問題的時候 在行內飛機出現了問題 叫做有蛇 飛機工程師就要扮演飛機醫生 去捉蛇治好飛機 然後飛機工程師在飛機可以清了蛇放行 讓乘客可以準時上機和有一個安全旅程的時候 就會是他們感受到最大滿足感的時候 這個工作真的既有挑戰性又有意義 那想入行有甚麼途徑 學歷要求又是怎樣的 由於飛機維修搜查是用英文為主的 所以感興趣的年輕人要有一定的英文程度 中學民憑的畢業生都可以入行 他們就會是由維修學徒開始 大專工程學位的畢業生如果入行的話 有些公司會提供一個培訓計劃 去獲得這個香港民航處應海的 基本維修人員執照 飛機工作接觸這麼多機械 如果我是機械工程又或者航空工程的畢業生 入行有沒有優勢 升職是否會化人一步的 由於考取工程師牌照需要修讀 空氣動力學結構這些單元 機械或者航空工程的畢業生 是會有一定的優勢 以我們HECO為例 透過飛機工程執照學員計劃 工程系的畢業生最快在三年內 就可以完成這個基本維修執照的要求 相比在我們公司裏面 在職自學考牌的同事需要五年的時間 相關學位畢業的學生的晉升階梯會更加暢順 還有現在我們公司裏面有很多管理層的同事 都是由工程學徒出身的 那麼現在飛機工程人才 供應又滿不滿足到行業的需要 我知道大學開辦了專門培訓 航空航天工程人才 你覺得怎樣看? 其實疫情之後真的人才短缺 我身為行內的一份子 歡迎有大學提供相關的課程 作育英才 和增加對飛機工程有興趣的畢業生 未來會不會為課程提供一些工作實習機會? 在香港 HECO一向都有和其他機構合作提供實習的機會 例如香港工程師學會的飛機工程培訓計劃 或AEDS為這些大學生在畢業之前做好準備 考取香港式航66的牌照要求 另外HECO每年都有暑假實習機會 讓大學生可以來我們那裏 親身感受飛機工程的實際運作 此外我們亦都有和大學院校合作 為這些學生提供兼職的工作機會 香港是航空的樞樓 三跑落城之後 年輕人投身飛機工程行業 前景又是怎樣的? 香港的航空業真的在復甦 今年頭九個月 香港機場已處理超過220萬人次 較上年的同期超過140% 在2024年機場三跑將會全面投入運作 到時每年處理的客運量將有一億人次 當時我們真的需要大量的飛機工程人才加入我們 在香港將來 飛機工程真的有非常多的發展機會 我想知道除了在香港工作 去大灣區甚至海外 有沒有發展機遇 根據去年政府 國華民航局及澳門當局簽訂的 JMM安排 三地的飛機維修人員执照 互認 香港的排大灣區也能用到 相信這個安排 能夠為有興趣的年輕人 提供多一個發展機會 前景真的很吸引 年轻人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多谢Claireman的分享 多谢你David Sir